三爱Atlas彗星第三个星际重入者 在掠过太阳近日点后 无声无息地隐身太阳背后 进入漆黑盲区 让全球天文台陷入不安的沉默 这个从银河后盘弹出的访客 直径20公里 轨道离星率高达6.1374 过剩速度58公里每秒 从发现以来 就已经搅乱人类对彗星的认知 逆行轨道仅偏离地球平面5度 高Ceo2风度8.0 绿色涅蒸汽Ni Ceo4只出现在人类工业开化核物 核反向会伪 这些异常 撕裂了牛顿定律和化学均衡 哈佛天文学家阿维 勒布 阿Vee Lo 教授在Median文章中警告 这个彗星的勒布量表 Loop Scale 等级已升到4 人工起源可能性高达20% 但更令人心寒的 是11月8日后 它从太阳背后浮现 现在距离太阳1.55天文单位 亮度9.5等级 用业余望远镜在处女座 就能捕捉到彗星的绿蓝光芒 11月16日 日本天文摄影师Satora Murata 运用望远镜拍到画面 显示他突然 加速逃离 速度维持55-60公里每秒 仿佛在嘲笑人类的追踪 而NASA直播最新分享 对3i Atlas彗星见解 支持夜幕怪声制作 记得订阅 点赞 留言 分享 当3i Atlas彗星从太阳背后缓缓浮现 全球天文台注视 科学家宁视助这个访客 它不只返回 更带来前所未见的变化 让原本的谜团变得更深不可测 聚焦11月14日至18日的更新 这段是关键转折时间 彗星从近日点1.36天文单位的太阳烈焰中幸存 轨道稳定 但数据显示它在太阳背后受干扰期间 仿佛经历一场隐秘转变 首个突破 是新图像的涌现 在11月中旬发布的高解析影像 捕捉到会尾延长到超过200万公里 离子尾如蛇身弯曲 指向太阳的反尾在重现 长达18万公里 尘埃喷射速率翻倍到每秒120公斤 这个反尾不止美丽 更像是抵抗太阳风 违反了辐射压定律 这些影像来自智力盛大望远镜 BLT和虚拟望远镜项目Virtual Telescope Project的扫描 显示会和表面出现新喷流 绿蓝光芒闪烁 暗示内部物质在近日点高温下剧烈反应 根据火星轨道气数据带来第二个震撼 11月17日报导 欧洲太空总数 ESA的Mars Express和ExoMars探测器 从10月3日彗星掠过火星轨道 距离2900万公里 后 持续提供实时光谱 轨道精度提升10倍 无任何偏差 美国太空总数 NASA和欧洲太空总数 ESA联合确认 彗星维持逆行路径 垂直速度正是8.5公里每秒 起源银河后盘的证据更坚实 这些数据 不只精准到0.001度 更捕捉到彗星在火星磁场边缘的微弱互动 释放出罕见的氢化物 先于涅蒸气发射 这个顺序 像人造催化剂不自然 让火星快车的科学家在报告中写道 这些不像自然彗星 更像有节奏的脉动 第三个发展 是一场光度变化 彗星重新出现时 光度突然增强10倍 从10等跳到9.5等 11月14日詹姆斯维博太空望远近 JWST的扫描显示 这个爆发源自会和表面物质进一步蒸发 近日点高温 彗星CO2冰层融化 释放出大量气体和尘埃 每小时喷射相当于一架小型飞机的重量 但更不安的是另一可能 汇合碎裂 Space.com在文章中指出 影像显示会和边缘有微裂纹 释放出不规则成云 这个碎裂迹象 类似在近日点后分裂成的情况 但3i Atlas尚未完全粉碎 仅有表面剥落 导致亮度波动向心跳 简协增强光度后又转暗淡 全球搜寻地外文明计划 SETI团队已扩大无线电扫描 以致时集合平段捕捉微弱脉冲 脉冲向加密讯号 或是自然噪音 11月18日的SkyLive星图显示 彗星在处女座移动 速度未减 每张新影像 透出更多未知阴影 彗星不止在逃离 更似告诉人类面对星空的恐惧 11月19日 NASA在一场直播中 为全球天文爱好者提供最新的科学更新 讲述3i Atlas彗星在穿越太阳背后的最新观测结果 并分享他们对彗星异常行为的见解 同时 直播翼穿插着几分悬疑气氛 因为3i Atlas彗星似乎向科学家 提出未解的新问题 NASA科学家在直播中指出 3i Atlas彗星在飞越太阳背后之后 再次被观测到 它的光度突然增强 大量挥发性物质喷出 这些现象重新定义 大家对彗星行为模式的认知 彗星的彗尾延长了接近10万公里 形成一个惊人的尾巴结构 而徐徐散开的电浆 更加大幅增强彗星亮度 使得它成为近期夜空观测中罕见的焦点 NASA形容这些活跃行为是 不寻常但合力 他们确认这颗彗星表面 并曾因为受太阳辐射加热 导致内部的气体喷射 但现象的强度超过科学家之前 对星际物体的预测模式 特别是 这种行为在星际彗星中极为罕见 得益于科学日益精准的观测技术 NASA在今次事件中收集到大量数据 可应用于研究星际物体的热动力学行为和形成条件 除光度异常增强 科学家重观察到 三爱阿拉斯彗星轨道发生细微偏移 NASA解释话 这个现象可能是由气体喷发影致的 非引力效应 气体释放产生微小但持续的推力 导致彗星不同于传统计算模型的移动模式 NASA的资深天文学家在直播中笑言 三爱阿拉斯彗星似乎拥有自己的意志 虽然科学家已经将非引力效应成功纳入计算模式 但仍然有细节未被完全解释 特别是这颗星际彗星内部物质结构仍然是一个谜 NASA使用SOHO 太阳和太阳圈探测器 和毫不太空望远近密切观察三爱阿拉斯 它的尾巴表现特别突出 NASA指出 会为当中检测到更加复杂的电浆运动 含有一些少量但重要的禽化物 易氧化碳和其他星际挥发性化学成分 分析显示 三爱阿拉斯彗星可能纯粹是天然冰体 但它代表着更古老 更原始的星际物质 可能来自某个混乱解体的外星行星系统 NASA特别强调 三爱阿拉斯彗星虽然拥有的特征相对独特 但没证据表明它是一个非自然的物体 所有异常行为目前都可以用自然现象解释 特别是因为太阳引力和辐射的极端条件 不过科学家亦承认 三爱阿拉斯彗星隐藏着人类所无法解释的宇宙秘密 三爱阿拉斯彗星是宇宙送给地球的神秘讯息 纵使它的来历可循 但局背后隐藏的 可能是星际间最古老且深远的物质故事 11月14日后 三爱阿拉斯彗星的新异常涌现 每一条数据都像隐形炸弹 炸裂科学家对宇宙安全的假设 首个异常戏分裂迹象 虽然会和人是单一体 观测频道捕捉到多重喷流 会和表面出现三至四道裂纹 释放初步规则尘埃云 这个结构复杂度 违反典型彗星的冰冻核心模式 阿维 乐部指出 这些裂纹不是随机碎裂 而是成非对称分布 向内部压力积聚后爆发 影像显示 尘埃形态如火球般膨胀 核心高强度反射 暗示可能有金属壳层保护 这个分裂异常 令人心寒 如果完全碎裂 碎片或许会散布太阳系 带来未知风险 但目前 彗星维持完整 只有表面剥落 释放出额外CO2核涅蒸气 比例升到9.2 这个变化 挑战化学均衡 仿佛彗星再自我修复 第二异常 彗星旋转如火球 周期仅12-20小时 远快于普通彗星 尘埃出气非线性 而是呈现螺旋喷射 核心亮度峰值达7等 这个旋转 导致负极化尾巴达-2.7% 违反标准彗星光学模式 典型会为应该正极化 如镜面反射阳光 但3i-Alt-S的负极化 尾巴结构复杂 长达200万公里 离子尾在太阳风中扭曲 科学家用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 JWST 分析 发现旋转轴倾斜45度 与轨道不符 这个异常 令阿维 勒布在访谈中声称 这个不是自然自转 更像机器平直的运转 会和内或许藏有陀螺仪 第三个异常 是加速迹象 方向和速度的变化 比达60米每秒 欧洲太空总数 ESA 火星数据确认 彗星速度从55公里每秒 微升到60公里每秒 无明显喷射 但维持非重力推进 轨道偏移0.15% 违反牛顿万有引力定律 阿维 勒布声称 这个加速 好像隐藏机器引擎 无自然会心的衰减速度 这个异常 连结反之前的八个异常 指向人工科技可能性 让搜寻地外文明计划 SETI 团队彻夜用无线电扫描 捕捉到微弱峰值 向迈充马 但尚未解码 在三爱阿勒斯彗星 在11月14日重新出现后 科学界和天文爱好者圈子 即刻掀起了新一轮的激烈辩论 围绕住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三爱阿勒斯彗星的异常行为 到底是自然现象 还是某种外星科技的产物 哈佛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阿维 勒布发表新文章 他再次将三爱阿勒斯彗星 和外星探测器的可能性联系埋一起 阿维 勒布提出 三爱阿勒斯彗星在经过太阳背后之后 出现部分轨道偏移和光度异常增强的现象 这些特征好可能不是由普通的气体喷发引起 而是某种非自然的推进系统 阿维 勒布重指出 三爱阿勒斯彗星表面反射光的特征 和一般星际冰体不同 可能暗示彗星表面有金属成分 或者某种光帆技术 痕迹 阿维 勒布认为 这个彗星可能是一个星际漂流探测器 有外星文明设计 目的是穿越恒星之间 收集数据 然而这个理论迅速引起科学界反驳 尤其是天文论坛上的讨论非常热烈 反对者指出 气体喷发解释 是当三爱阿勒斯彗星接近太阳时 冰层会受热融化并剧烈喷发 这些气体释放可以完全解释观测到的轨道偏移和光度增强 表面反射异常 使彗星表面可能是由星际尘埃覆盖导致 而不是金属成分 目前无任何证据和观测数据 可以支持三爱阿勒斯彗星是一个外星科技 现有的异常完全可以用自然现象解释 但即使如此 三爱阿勒斯彗星的独特性仍然引发更多讨论 彗星在接近太阳后的活跃状态 令它成为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对象 如果喜欢金属 点赞 留言 分享 订阅我们 追踪更多关于三爱阿勒斯彗星和其他星际现象的最新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